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現在開始上課 請大家就坐 謝謝 各位同心 各位好玩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大家真心不錯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中英文 我是我們大南州 教育軍的軍修 我是第55期的副技班 第14期的這個國技班 今天為大家來介紹 我們這個法理的課程 我們今天這個法理的課程裡面的內容 標題 我給你下的標題叫做 限時台灣法理分析 限時台灣法理分析 為什麼要留這個標題呢 我們這個標題就是說 我們平常要在看的 就是一種台灣的現實面 但是這個現實面 在運作的過程中 有一些事情 讓我們感覺怪怪 三不出一種理由來解說 但是我們如果經過這個法理課程後 你就可以發現說 你就可以發現說 現在台灣的一些政治的現象 透過我們的法理的課程 我們就可以分析出來它的脈絡 你就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你就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我們來看這個片 看棒的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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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苹果电脑 像他这个麦金塔电脑 他主要是要 他主要设计麦金塔电脑 他的目的是什么 你如果说 比较简单的麦金塔电脑 跟一般的PC 有什么不一样 他也是电脑而已 我们是苹果贾博斯 他为什么要设计麦金塔电脑 因为他要挑战 现况 他要挑战现况 就是要挑战现在的IBM 同样我们来想法利益的课程 同样这个概念 我们就是要挑战 中华民国跟我们说的 这个谎言的现状 所以我们来挑战现状 就是这个意思 透过苹果的1984年 他在美国 超级飞足球赛的工具 让大家知道 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挑战现况 现况可不可以被打破 现况是可以被打破的 所以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我们用一点点自己的力量 我们就注意把这个谎言的现状都打破 用这个新闻试试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家有印象吗 这样子沸沸扬扬 这日空一数年6月10日 没想到台南市政的赖清德 去中国发问后回来 中国发问的时候在说 台湾的地位有2300万人决定 他主持人说要台湾独立 有啊 不过这个国台办 他们这边记者就问了 他们就开记者会 国台办这边就发表一个言论嘛 对不对 啊你注意看 他这个言论里面 他说的 欢迎请请调 这个昂色的框框里面 任何涉及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必须有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这句话就是这句话 很多台湾人跳起来 对不对 是不是在我电视媒体 就开始说 哎 是怎样我们台湾的尖度 由这个中国人来决定 就开始生日了 对不对 生日了很多日 但是你注意看这句话 我给你请教一下 他说的台湾同胞 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没不对 是怎样叫做台湾同胞 台湾同胞就是 他们中国人的同胞在台湾 中国人的同胞在台湾 这叫做台湾同胞嘛 对不对 所以他 欢迎请你讲的 他这句话 敢有说到 对台湾的尖度主权的问题 没有 他说中国的尖度主权 跟他的领土完整性 要由全部的中国人决定 对不对 他说这句话的重点 其实他在说 对一个土地 如果以台湾目前 所核的这个土地范围里面 他在说对两个土地 我们上一句话有说到 金融妈祖 就是金融妈祖 金融妈祖 好 你看 接下去 我们的电视运车就开始升卫了 开始就出现说台湾全图 由中国决定 有没有 那时候大家就开始买了 包括学运的领袖 也都开始去批评 说干你批事 有没有 所以这些话都出来了 国台湾是6月11日 我早就说 民土完整性 跟中国主权 由全国 由全体中国人决定 接下去后 圆宝 这三立新闻的标题 就说 马回应太慢 马回应太慢 后来他回应 马云救他怎么回应呢 政府 一向建设在中国民国 现代的价格里面 由台湾两千十八万人民 来共同决定台湾的未来 这句话 你有听到有点怪怪吗 你若平时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错误 对不对 但是你今天来 像我们台湾民政府 这个法理的课 你对这句话 你才会感觉奇怪 我给你问一下 来 美国总统 跟他说 佛罗里达州 要由佛罗里达 比如说五千万人 五千万人的佛罗里达州 共同决定 他的未来 不会嘛 所以 佛罗里达 对美国来说 佛罗里达 他的战斗 有确定吗 未来有确定吗 已经确定 未来有台湾人民 决定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 他在台湾里里里有一个属性 他没法改变 台湾是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不是 不是嘛 所以他已经跟你说明了 对不对 他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 这是我们会听不懂 一般 普通台湾人才会听不懂 没注意听不懂 听不懂 好 所以说 我们搭配就是我们刚才 那个苹果电脑 那个 那个工格 我们要来挑战一下现况 那挑战一下现况 那来挑战一下 目前 这个 台湾的媒体 还是说台湾普通 在流传的一些概念 我们来帮他做一个挑战 挑战现况 第一 中华民国没台湾的主权 麦英九刚才有说了 对不对 刚才那个评论就有说过 台湾人有吗 没有 台湾人也没台湾的主权 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请问 台湾不是 也不是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台湾 他的组成的成分 就是福尔摩沙群岛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台湾 和澎湖群岛 这是台湾的领土范围 所以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再来 现在现主席 中华民国的领土 剩什么 剩监门妈祖 对啊 再来 中华民国的政府 那不是代表本土 台湾人的政府 不是哦 不是哦 所以说 我们本土台湾人 一些运动员 要出离外国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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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华民国就会派那机机 那的运动员 你会觉得很好笑的吗 那都挠软了 好 再来 本土台湾人就是叫做 英语叫做 people of台湾 不是 中国 这英语很清楚的 people of台湾 这是中国 中国就是海峡 对岸那边的 中国 那叫做中国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台灣 我們是People of Taiwan 我們是People of Taiwan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也不一樣的人 我們在說的這些都不是講學統 也不是在說你的文化 我們在說的是什麼? 國際法上面的一種國籍 一種認同 效忠的認同 好 再來 第七點 你三個電話名顧的新聞前 告訴我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People of Taiwan 沒辦法 上一個課 我們有看到的照片給大家看 上面就是只有寫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對不對? 所以你告訴我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台灣民國來台灣 因為什麼? 台灣民國有帶來台灣 是來代理美國軍事簽名 和寮王 目前現在這個 他在我們這裡 是因為 代理美國軍事簽名 和寮王 所以他有這兩種新聞 他的寮王 他的名稱叫什麼? 請的就是台北 他請的就是台北 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 都主張統一 我們本土台灣人要不要反對 我們不用反對 我們跟他就不一樣 我們跟他不一樣 他們要通過 那是他們家的事情 跟我們台灣人有什麼關係? 無關 我們不用去做黨 人家一家要團圓 我們又去做黨 去做黨 這樣破壞人家的好事 不要跟他們反對 好 中華民國已經沒有在台灣 兩岸的政黨性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岸的中國人 都堅持和平統一 他們兩岸的中國人 在台灣這邊 已經終止動員勘亂了 他們在台灣這邊的中國人 跟他們那邊的中國人 已經簽一個和平協議 叫做 英國法 叫做英國法 好 再來 統一的中國 統一的中國 他敢有 敢有 台灣的政黨性? 他就沒有政黨了 他們兩個 統一後 他跟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還放在台灣 是死? 沒辦法 如果跟我們 放在台灣是死? 會變成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佔領台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怎麼會用法理基礎 可以來佔領台灣 所以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說中華民國 他就剩一條選項 他就是要離開台灣 他要離開台灣 好 再來 我們要回到台灣的政壮國際地位 就是要美國要親自軍事 佔領台灣 老闆 美國就是主要佔領全國 他如果親自來 台利的那個人 他就要怎麼 他就要走了 我都已經親自來 親自來處理自己的事情了 你就沒有代理的意思了 所以說 只要美國 如果親自 執行軍事戰領 他就要基定 我們本土台灣人 造成的民政府 來管理我們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自己的民事事務 這個時候就是 匯合台灣 政府政府 政壽法 一個粗暴 就是這樣做 好 這個挑戰繼承印象 已經先把結論 先跟大家說 一一我們來證明說 為什麼 我們要這樣說 來 關於台灣的一些法理事實 跟大家經歷一下 我們在1895年的四五十七號 這個時候 已經透過的馬關條約 大清帝國大皇帝 和大日本的天皇 已經簽一個馬關條約 已經將台灣這個土地 掛入日本天皇 這個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的性質 他所有權者是什麼 黃土 就是天皇的土地 他在這個土地上面 管轄的政府 是什麼政府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管轄 當然他透過 那時候是透過總督 透過總督 一個首長來管轄 他一直到1995年的四月子 這個台灣的土地 所有權 沒有改變過 所有權責沒有改變 這個時候 他也是黃土 但是因為透過天皇 他在他造書 給台灣實施 這個明治憲法 變成說 這個黃土的性質 從以前的殖民地 變成神聖不可分割 當然要變成神聖不可分割 之前 他有一個1936年 1937年的 黃民化教育 他來到這裡 就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定名這個統治的 政府 也是大日本帝國 當然來到1945年7月27 就是開始移除世界大前 要接近衛生 那時候 這個 盟軍 就是 統盟國 他有發表一個叫做波子彈宣言 他發表波子彈宣言 他發表波子彈宣言 但是他在戰爭之後 他打算要求日本怎麼做 一種意象 一種循環 一種循環 一種循環就是 你日本 政黨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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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時候的公法裡面 臺灣的領土地位 有改變 沒有 也是沒有改變 也是還黃土 也是大日本 第二個 那時候 一直到1945年的 十月25 這個時候 土地收穫 怎麼變經過 沒有 但是已經開始有人來這裡 要來占領 然後1945年 十月25 以前和1945年十月25 以後 在台北公會堂 簽一個 投降典禮 投降典禮之後 現在才有那種基礎 來臺灣占領 所以說那時候 現在中國人是 透過麥克拉斯 第一 一般命令第一號 九月份的時候 發表 九月初日發表 他這十月25 才有來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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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 來這裡變成 是美戰 後面變成 中華民國 在我們這裡 把我們關閃 但是這個時候 這次占領而已 所有鳥頭的主權 都要不改變 和1945年 五月初三 這就是 日本已經改變 他的憲法 透過照合憲法 裡面 修正案 修正 這個憲法 結果 日本實施 這個新憲法 但是 土地還是誰的 還是要再提供 還有天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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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日本憲法 他實施後 因為這個波子坦 修嚴 跟蟹路修嚴 的關係 他們 日本國的憲法 開始要被限縮 他的執行 他的 領土的範圍 這個主權行使的範圍 去用限縮 這後面我們看到 對 他到1949年的十月 七十月 七十月 這也是 這個 流亡 現在變成流亡 美國 中華民國流亡 去了 1950年 9月8號 這是簽 九層山和平條約 簽的時候 也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這是說 現在美戰 中華民國的關係 到1970年 1月1號 就是中華民國 已經沒有讓人生贏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他變成台灣治理當局 變成台灣治理當局 你看這個土地的所有款 青青奧奧都沒有改變過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 台灣的領土的主權地位 跟他們中國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好 我們來解析一下 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們用這幾個圖片 給大家看一下 1945年的十月二個 我們剛才有說 就是投降 來台灣 舉行一個受降典禮 這一段 中華民國 他是代理的美國軍事占領 他可以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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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1949年的十月七十 這天 就是中華民國正式流亡 他已經從他們 中國大陸那些土地 全部打書 已經走來台灣 已經他平 就是 1949年的1月1號 已經有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 10月10號 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十二月七十 他就開始流亡 流亡 最後一天就來台灣 所以說 中華民國 他來台灣 他跟這個時間 他變成做一個流亡政府 他透過一些 洗腦教育 他透過一些洗腦教育 把你洗腦 洗腦 洗到你的眼睛 看不太清楚 頭髮也不太會想 為什麼不太想 因為科技 因為他透過聯考 他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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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你科技 他給你科技 科技的史料 因為你如果沒有科技的史料 你如果沒有標準答案 你就考不上 你的分數就不會高 你分數不會高 你就考不上學校 你分數不高 你就考不上公務員 所以他就是用這些 科技的史料 叫你回答他假的標準答案 你才有出團 他到這時候 他變成一個台灣治理當局 還是我們普通的台灣人 他還不太清楚 還是認為他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代表台灣 他專用這些洗腦教育 把所有的史料都給你蓋起來 其實也不是說蓋起來 其實這些史料都找得到 只是說 我們的人民已經失去之後 發現真相 去把這個史料發言出來 把自己的頭靠 把它洗好清楚 然後蓋起來 一個順時你都看不見 都看不見 這就是這個紅色布幕 紅色布幕蓋起來 所以你看不清楚了 好 來 來 我們先看一個十四的議題 公道 看公道 這就是2014年的6月23日新聞 他們這裡的律營和民運學生 他們就開始要求說要去各欄委行動 還要求修正公投法的門檻 修正公投法的門檻 他們就用說公投完門檻收得過 我們這裡有投票 我們這裡有改變什麼什麼 聽起來是這樣 但屬實上對台灣有什麼好處 沒有什麼好處 我們來看 不被承認的公投 不被承認的公投 這個 德國總理梅克爾 他在克里米亞的公道之前 在2014年的3月7日新聞 他就說 克里米亞公投不合法 請問一下 不合什麼法 不合烏克蘭憲法 不合國際法 所以說不合法 我們來看 但是克里米亞他有去投票 他有公投 他有舉行嗎 有啊 他有舉行 他有舉行 克里米亞後 又跑去俄羅斯裡面 對不對 跑去俄羅斯裡面 但是你剛才看這個 2014年的3月27日 聯合國的大會 聯合國大會表決 表決 他的表決的案就是說 聯合國大會採取這個 他們的決議案 要求會員國不要承認 克里米亞區域的 這個地區的 現狀的改變 意思是什麼 就是叫所有的會員工 他們是聯合國大會 表決 叫所有的會員工 不要承認 克里米亞的地位的改變 這個決議案有通過嗎 有啊有通過在這裡 這次的會員工 到佔性 十一個的反對 五十八的缺席 這個決議案通過 叫所有的會員工 不能成任 這個克里米亞 他公投 改變他的地位 改變他的地位 所以說 這是不被承認的公道 不被承認的公道 不被承認的公道 到這裡 你要想一下 為什麼他不被承認 來 好 但是另外一個公道 被許可的 就是還沒到 但是讓人同意說 你可以到 這叫被許可的公投 來這個 蘇格蘭 你想說 大英帝國 是不是 國家是不是很強 很清爽 是不是很民主 自由 為什麼他的蘇格蘭 要投票 要獨立 啊 這個 蘇格蘭 這個是2013年的 三月二十三的新聞 他的明年就是 今年 今年的九月十八 蘇格蘭要投一個獨立公投 這個 這個蘇格蘭獨立公投 是被許可的 他可以投 請問一下 美科爾還有 發表誰人說 蘇格蘭獨立公投不合法 沒有啊 美國還有說 蘇格蘭獨立公投不合法 沒有啊 你有沒有聽到 日本說 蘇格蘭獨立公投不合法 沒有啊 都沒聽過嘛 對不對 為什麼蘇格蘭獨立公投 他可以是合法 而且 還可以看廣告 還可以看廣告 這就是重點 這重點 當然你要投公投的 只是蘇格蘭的選民 只可以投嘛 英格蘭的選民 可不可以投 不可以啊 反過來講嘛 台灣如果要舉行公投 誰可以投 是嗎 是嗎 如果他現在管辭中華民國的體制 什麼人可以投網投 中華民 他依照他們的公投法是 中華民國的國民可以投嘛 中華民國的國民是什麼人 中國人啊 中國人怎麼可以投啊 你們投的人怎麼投 不可以投啊 對不對 來 為什麼蘇格蘭公投 他可以讓人 讓人認可 可以去投 蘇格蘭叫做蘇格蘭政府 蘇格蘭的地方政府 他跟這個 United Kingdom 就是他們的中央政府 有簽一個叫做愛丁堡協議 愛丁堡協議 其實在2012年的10月15日 他們簽一個愛丁堡協議 就是兩個政府啦 一個是蘇格蘭政府 一個是United Kingdom 就是我們說的 大英帝國的政府 就是他們的中央政府 他們簽一個愛丁堡協議 在這個愛丁堡協議裡面 他賦予蘇格蘭可以獨立公投 當然這個獨立公投 他有一些條件 第一 他說他要公開透明 不可以偏頗 當然你可以 你正方反方 你都可以公意見 公平公開 還有一個重點 蘇格蘭公投 他只有這次選擇而已 只可以投一次 不可以投第二次 不可以三年以後再投一次 這是蘇格蘭公投 他們的設計是這樣的 所以來到這裡 稍微有概念 稍微有概念 好 來 還有一個 已經投過了 已經有投過了 去用生人的公投 這個 這是在2011年 2011年 2011年 1月份 美國讚揚 南部蘇丹公爵投票 就是公民投票 就是referendum 就是公民投票 美國總統奧巴馬 對南蘇丹 決定是否獨立的公投 順利結束 表示歡迎 在這裡 他們這個 美國國務院 發表聲明 讚揚 這個蘇丹總統 巴西爾 願意接受公投的結果 所以說這個公投 美國有同意嗎 有喔 有同意喔 有同意喔 他現在 他 南蘇丹是怎麼有 才有公投 就是根據這個 2005年的 全美和平協議 要知道是怎麼有 這個和平協議的 其實那時候 這個公投進行 南蘇丹跟南蘇丹 其實他們在歷史上 是不一樣 種族的 不一樣種族的 因為南蘇丹 這邊的人 跟北蘇丹的人 是不一樣的 包括信用也不一樣 那樣一樣 結果他們就發生內戰 發生內戰 後來有就要 有就要不要發生戰亂 帶蘇丹的 這邊的 南蘇丹的人 跟蘇丹 整個蘇丹 共和國 簽一個 全面和平協議 這個 就是這個 他們就是 南蘇丹剛才說 是因為簽這個和平 全面和平協議 才賦予南蘇丹 可以獨立公投 脫離蘇丹共和國 脫離蘇丹共和國 所以你剛才想 你剛才想 你剛才 你剛才開始想 剛才我們說的 那幾個案例 這是一個 全面和平協議 蘇丹共和國 南蘇丹的代表 那邊的是什麼人 是什麼組織 就是這個 蘇丹人民解放運動的組織 這個組織跟蘇丹中央政府 簽一個和平協議 為這個和平協議 賦予南蘇丹 可以 這個獨立公投 好 來 我看看 被反對的公投 被反對 就要代表 就要發對了 被反對 這個 RICE 美國國務卿RICE 這在2007年 代理會 李阿英 這時候 是不是 中華民國要選總統 2008年 對不對 那時候有一個 什麼 路連公投 跟反連公投 那個議題 RICE 反對台灣舉行路連公投 你說這麼奇怪 台灣的公投 他就要反對 蘇丹的公投 他就讚揚 他就讚揚 對不對 所以這個基準比喻什麼 英國 對不對 基準比喻英國 這個英國就是 要按照 國際法律來處理 要按照國際法律來處理 在這裡 RICE 他就說 他就在華仲敦記者會來這邊說 我認為 以台灣名義 申請交付聯合國 是一項非常去挑釁的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 這造成台海不必要的緊張局勢 而且也不會為台灣人民 在國際部台上 帶來很好的好處 意思是什麼 你投這個 我幫你反對 你即使說你投 你也沒有人好好處 也沒有製造改變你的地位 說白就是這樣 所以說 台灣要舉行路連公投 是被反對的 好 這美國也反對 路連公投 這有一個專訪 它有一個內閣羅彭特 我們點這個新聞畫面看看 看放得出來嗎 星期一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負責中國事務 和台海問題的第一 副國務卿內閣羅彭特 接受了鳳凰衛視的獨家專訪 他指出說 推動以台灣名義 加入聯合國的公投 是一項錯誤 美國也將此舉 視為台灣宣布獨立的一步 不管你是不是要用台灣的名義交流 聯合國都換取 川普總統 川普總統 和他的黨 會繼續推動 聯合國的公投 聯合國的公投 在星期一的時候 美國有很多問題 我們反對這個行動 美國現在要保證 保證 保證 台灣的公投 會不會更加困難 讓我先說 台灣沒有更好的朋友 除了美國以外 我們非常支持台灣的民主 我們支持他們的經濟 我們非常感興奮 他們的敏感的經濟 我們也,如您知道 我們也在台灣的抗議 通過《台灣關係法》 通過《台灣關係法》 所以當我們說 關於台灣的關係法 我們說關於台灣的關係法 但當我們關於台灣的關係法 關於台灣的關係法 關於台灣的關係法 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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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 有一 antid Queen 那就是我自我免的 事不宜沒有 兩千年齡人 他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你繼續朝向獨立的這類方向 美國幹部降低一些防衛的比措 我們不相信這類方向的法律 我們不相信這類方向的法律 可以,如我剛才說過, 是一步向立法律的法律 我們不相信這類方向的法律 是一方向台灣的法律 要求他們的意志 你提到美國是負責台灣 但是,川普先生說過 在聽說,如果有關於台灣的法律 如果有關於法律的法律 會受到法律的法律 對台灣的法律 的話,美國會不會用了 法律的法律 對台灣的法律 什麼是法律的法律 這類方向的問題 是很困難的問題 這類方向的問題 是很困難的問題 我們可以協助台灣的法律 對台灣的法律 和平衡方向的法律 去承諾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是錯誤的 有些人認為台灣 正在暖動的立場 美國表示它不支持台灣的立場 但是台灣是一個民主 美國的民主化 沒有說的同意 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政策 是從美國的手段 我們認為這時刻 在台灣的權力 去承諾一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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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認為有一個方法 去承諾一個責任 去承諾一個責任 去承諾一個責任的責任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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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然是承諾 繼續 但我們認為 它必須要做 實際上 責任的方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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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這些專訪 我們就看了吧 他一直強調說 美國防衛台灣的依據 是台灣關係法 但是他都 他都沒有說 為什麼不講 是根據 救青山和平條約 他是主要在臨全國 他對台灣本身 就有一個防衛義務 他都知道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裡面有一個問題 台灣已經民主化 為什麼不能說 他就問說 美國你這樣撞到條 他當然他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 但是美國 他裡面說得很清楚 他是反對 有台灣獨立意涵的公投 有台灣獨立意涵的公投 意思是什麼 在美國的這個 占領執下 台灣可以獨立嗎 不可以獨立 其實說比較白的就是這樣 他跟他占領 我們有說過 占領可以宜傳出款嗎 不可以 他說他占領 這個土地是什麼 不是美國的 對不對 是白人的 對不對 是白人的 那個白人是什麼 天空的 對不對 對啊 你跟他占白人的土地 你還沒辦法跟他說 要獨立也好 這個土地 把一個獨立國家 把他走出來 不可以 所以美國 他絕對 沒問題 他也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因為他如果讓這種事情發生 這個國際就亂了 就跟柯林米亞一樣 對不對 柯林米亞一樣 對不對 柯林米亞一樣 被承認的公投 和被許可的公投 和來到這裡 不許可的公投 不然你倒就對了 好 我們來把這幾個公投 我們來檢驗一下 蘇格蘭 蘇格蘭他的獨立公投 他就有一個蘇格蘭政府 和United Kingdom Government 就是這兩個政務 他有簽一個什麼 協議嘛 有的協議 才會產生公投 對不對 這變成有兩個主體 一個要離開這個 這個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他要離開這個 所以他有兩個人要簽一個協議 同樣 蘇格蘭和蘇格蘭 他進行 蘇格蘭要不獨立進行 他是一個人民解放運動 人民解放運動的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和蘇格蘭政府 簽一個全面和平協議 然後 財富與蘇格蘭這個人民解放組織 以及南蘇格蘭 他們才有主體能夠公投 一樣嘛 要有一個協議出來 變成說 才有一方 才也另外一方 那克林米亞 剛才我們說的克林米亞 不被認為是不合法 克林米亞要公投 他有跟烏克蘭中央政府有什麼協議嗎 沒有啊 他們的憲法裡面也沒有叫他可以獨立 對不對 對不對 啊台灣呢 也是一樣嘛 所以會不會被許可 不會被許可嘛 對不對 就算你去島也是怎樣 不合法 啊 啊你啊你請你去台北呢 他要跟什麼人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對不對 他要跟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去講嘛 他才有真的有獨立啊 對不對 好 啊再來 誰還可以去投公投 當然也是那裡的選民才可以投啊 蘇格蘭公投 蘇格蘭選民 南蘇丹就是南蘇丹的人 啊台灣人 中國人 這就不一樣 所以台灣人跟中國人 現在要南南做幾位 可以公投嗎 不可以公投 因為他沒有代表就是一方嘛 對不對 不清楚啊 好 還有一種投不過的公投法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現在時事裡面最項目 給大家看一下 根據立望政府的公民投票法 他的公民投票法裡面有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一種叫做地方性的公民投票 他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的適用事務 可以投的就是幾項而已 第一法律覆決 立法原則創製 重大政策創製和覆決 憲法修正案 請問這裏面有統獨公投 沒有啊 所以他們立望政府裏面 他們的公投也有統獨公投 沒有嘛 所以他不允許 中華民國這個聯邦政府 他自己去獨立公投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可能 也沒有統一公投 看不出來嘛 對不對 但是你注意看喔 注意看喔 中華民國 他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待會兒看你就知道 好 立望中華民國的公民投票裡面 是誰可以去投公民投票 中華民國國民 年滿20歲 有行為能力的人 就可以投公民投票 這裡請問一下 裡面還有本土台灣人 沒有啊 裡面沒有本土台灣人啊 你正在回家裡面有沒有 people of 台灣可以去投公投 沒有嘛 是錯WhoG啊 所以要不要懷疑 不要再懷疑了 不要再懷疑了 好 再來 他們的公投的門檻就是這條 要出來投的人 有投票權的人 要出來投 要一半的人要出來投 要出來投的人 要一半要通過 這就是他們的 要去改這個門檻 要去改這個門檻 当然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就不再详细说 但是我给你知道的是说 他们要办公道 什么人才可以道 好 来他们立法政府的宣传 他们据有中华民国国籍 就是中华民国国民 所以说如果要继续去取这个新闻情 你会被视为是什么人 在法律上会被视为什么人 中国人 你法律上你会被视为中国人 你会被视为中国人 另外一条 这条看就知道台湾跟中华民国 关系哪里就没关系 你看这条就知道 他们的现法第四条 中华民国领头依据固有的疆域 非经过国民党会决议不得变更之 请问一下 他们的国民党会 开过会 跟台湾朋友这两个领头 并入中华民国的领头里面 没有 没有啊 从来没有过 所以说因为这条白座 你就还可以知道 台湾配合 有障于中华民国 没有 法律上完全没有关系 好 他们就是在说这几个地方 你注意看 中华民国领土 江苏浙江 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 西川西康 河北山东三西 河南陕西甘肃 青海福建 广东广西 云南贵州 辽宁吉祥 黑龙江 热和查尔 水远 和宁夏 新疆 蒙古 西藏 等固有之将域 请问一下 我刚才这样念过 我有认识台湾跟平后吗 没有 没有 白座浩子 这都不用 这都不用 不用近过去 中国改岁 白座浩子已经塞得清楚了 台湾澎湖 并不是中国的固有将域 所以说 我们这个概念要非常清楚 不要再怀疑 不要再怀疑 而且 他们1936年 提出的那时候 我们台湾 是在 对一国的官司里面 1936年 大日本帝国 这个土地是什么人的 我们台湾那时候 大日本帝国 就是天皇的土地 是黄土 对不对 是黄土 所以说 台湾这个时候 再隔一年就是要黄民化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管辖 是天皇的土地 当然不可能出现在中华民国 宪华草案里面 因为这是没有港国的 对不对 因为这是没有港国的 历史文献里面就可以清清楚楚的了解 只是说你会觉得奇怪 是怎么会来给人家灌 刚刚我刚才有说过了 他是怎么电话民国来的 电话民国是怎么会来的 那个堂你有看到 后面还说到 我们现在有的人就说 维持现状就好了 不要在那冲撞 不要在那改变 有钱团就好了 有饭好吃就好了 有人有这种声音对不对 我常常就要说 那滴也有饭好吃嘛 滴啦 滴也有饭好吃 滴也也不会饶到啦 就有饭好吃 有地方好大 也不会饶到 你跟滴有什么样子 对不对 我们做一个人 我们就是做我们的屁头 第一个 Apple 就有电脑就好了 为什么要再捕一个 跟麦津台的电脑 苹果的电脑走出来 他挑战现况 这是人性嘛 这是人性嘛 人性总是对现状会质疑 觉得说应该可以更好 就说 你如果看 你如果要继续维持现状 用他们这一宝 落在我们家不合法的宪法 他们来到2005年的6月7月 他们流氓丰富民国的宪法就改了 要改的时候 他的前言 为因应国家统一之前的需要 你如果说维持现状就是什么 终极统一啊 对不对 按照他们流氓政府他们的宪法 你要维持现状就是终极统一嘛 这跟他们两岸中国人都一直坚持和平统一 的概念有没有一样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两岸中国人他们要 他们要和平统一 这个终极目标 已经在他们的现状里面都已经提显出来了 我们台湾人要看清楚 要看清楚啊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你的身份 确认成本土台湾人 这就会希望他帮助 因为他在牛肉里面都已经提显出来了 他们要不再说